近日一子饭在洛杉矶举办了2018年的年终音乐会 在欢庆新年到来的同时也庆祝印子饭成立一周年 本次音乐会有请到了蒙特利公园市市议员林达坚 申盖博士市议员廖金河等民选官员及代表出席 并在三个多小时的音乐会中为来宾献上了种类丰富的演出节目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全部都是围绕我们留学生 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的平台 然后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共同交流 提高本身的这个专业水平 在音乐会接近尾声的时候 主持人邀请现场观众一起观看了一段 一子饭成立一周年的视频短片 短片也总结和记录了在过去一年来 一子饭为洛杉矶当地留学生及华人群体所做出的贡献 我也看到很多留学生受到一子饭的照顾 那他们能够在美国求学的时间有得到各方面的帮忙 那我们希望一子饭继续越做越好 一子饭专注于丰富和辅助在美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在新的一年里 一子饭也将秉承这一贯的宗旨 举办更多更有意义的活动和竞赛 继续致力于为留学生群体之间的交流和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带建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凤凰卫视 时机记者林安琴 洛杉矶报道